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新一季的文化所 我是Shera 我是Ebi 新一季很重要 我們不見了幾個星期 你去哪裡了? 我休息了一會 我覺得休息了少了一些 休息了幾個星期我更舒服 是嗎? 我就黑了 還有大家看到很明顯的分別就是有個很漂亮的片頭 多謝Abi 對 多謝Abi 做得很好 謝謝 為了要耳目一新 我們Season 2文化所要有新的隔身 所以我們開始有新的梳化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招牌 還有請了我們很猛的Alan Bob 很猛 猛鬼街 現在和你7月很猛 今天我們會跟Alan說說新媒體藝術 我知道Abi你之前在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做以前的文化節目的時候 你做的題目做了整個月這麼久 Alan也是很合作夥伴 沒錯 那時候認識的 那個月我真的很辛苦 其實感情上又要挫折 很辛苦 感情上也是一個挫折 那個月我很記得 剛剛那時候 你有一個數碼演藝的表演 不是很久之前 3、4年前 2008年 整個月我去報告 要捉住她的表演正在發生 然後就開始訪問一些香港本地的 超級多媒體藝術 然後就回到我母校 找一個很厲害的女兒來問 是很難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難說 說得清 說得白 因為香港人可能對於她 不太熟悉 究竟我們的設入點 應該很淺地說 還是當大家有一點印象去說 這件事我到現在都不太熟悉 很難拿捏 今天我又來挑戰大家 我也挑戰自己 又找你來講 今天我就是講Microwave 你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們有個節目 你教我 我很害怕 有一次逛街的時候 看到有個展覽 不過太多小朋友在我前面 圍著她 就不開心 我沒有機會很仔細地去看 或者Alan會不會也介紹我今年 我們剛才說了 究竟是Microwave 還是藝術 其實這裡看到有五個公仔樣貌 一是由五個藝術去做的一個節目 這個節目其實是 ADC每一年都會搞 即是藝術發展局每一年都會搞的 一個叫做Mega Art Event的節目 就是想用一個大型戶外的活動 做一個新媒體作為推廣給大眾 今年跟她以往的做法不同 就選了本地藝術家 本來她們的申請順之 是說只是做三個 但我們就覺得其實已經有五個很好 為什麼我們不做五個呢 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很堅定 雖然她說你可能不夠錢做的 我們都決定要做五個 還有五指 這五個人實在沒有令我們失望 新媒體育指 是非常之好 是 是啊 其實我… 我逐個要說的 你逐個要說吧 不用的 我想說 如果大家 如果一般的網民 如果聽到 可能你沒有什麼印象 如果我告訴你 即是連連我劉德華 和大導演 杜其豐導演 都會為他們的展賽 或開幕 你可能會有些印象 其實也挺高興的 今年 因為 往屆都是在外國聘請了一些很厲害的 很重量級的 新媒體育部 或者是藝人來香港 但是呢 今年 我不敢說 是否從來沒有試過 但真的第一次 會找我們最頂級的幾個出來做推介 這個我覺得我真的挺高興 法高肯做些事情真的挺好 其實是他們的意思 就是想找香港的藝人 其實由第一屆開始就已經想找 但是 但是 第一屆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些擔心 覺得未必 香港藝術家夠成熟 可以做 擔一個這麼大的場 和這麼大的項目 所以第一屆我們都覺得 未是一個時候 擺一個香港藝人進去 但其實第二屆我們就已經擺了 Teddy和UVA一起合作 已經是開始意味著 我們其實是看到有一些成熟一點的藝術家 可以做這些活動 加上現在這個活動 亦都不是一個人去擔心 他們其實五個人都擔心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也各有風格 還有他們的背景也很有趣 有些可能是做生意 有些是一個科學 他們的背景也很有趣 是啊 我輕輕說說讀一讀 第一個是張浩謙 Chris 第二個是Keef 林恩傑 第三個是林妙玲 然後是Teddy Lo 羅陽文 還有你的朋友 Samson Young 已經是頂尖二了 你剛才說了 你說 但我們其實 說真的 如果真的要再選擇 其實真的有 還有很多 還有沒有去到大 但是 我想他們其實 今次這個活動 是特別很努力 因為都知道 一年才會有一次這樣的活動 所以他們很多都是出了一些新的工作 還有 那個新的工作 有時候我們做創作者 我們去選擇新的工作 是有點擔心 因為不知道那個工作是怎樣的 但是他們很好 就是我們看到他們很努力 而且沒有令我們失望 這個是很難得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一年這些活動 都會是香港的新媒體 藝藝藝的一個社群 或者聚腳他們可以交流一下 其實本身香港真的多不多 他們之間會不會有這樣的社群 或者溝通的機會 其實香港有另一個組織 叫做Videotouch 錄影泰國 是關你的事 真的好 但我們遲些就會說這個 其實因為 麥克風波最主要 都是做一些比較大型的活動 或者是 例如11月 我們也有一個活動 最主要是做表演 但是如果你說 我們要有些 教育意義更重 或者是有些 手上的工作 其實是 全年 Videotouch 都有這個 因為他們是受 全年都是 藝術發展局的資助 還有現在他們也開始做 叫做VMAG的一個文化 如果你想自學 又想去看看以前的人做過什麼 其實你可以上去 預約一些資料去看 或者是書 或者是帶 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去了解 究竟現在他們藝術做什麼 或者我們怎樣看現在的作品 是 Videotouch固然是一個 在香港比較歷史 都算是多久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二十四年 數一數手指 但是 新進 麥克風波在1996年 就開始 到現在 十多年 其實 你說成熟 剛才你說的 你覺得開始成熟 這個點子我都很想說 究竟香港是否 New Media Art 好像真的開始成熟了 綜觀很多大學裡面的學科 開始有很多這些課程 就是他們每一屆 出來學生之後 都有很多學生 或者畢業生 從事這一方面 是不是就是這樣 你覺得開始好像成熟 有些改變 因為 我想 我想 我現在說的所謂成熟 其實是一個很窄的層面 就是 他們開始在 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個透露 還有他們做的工作 本身 你知道 New Media 最初的時候 其實現在都會被人說 很容易爛的 就是玩兩玩就爛 對 其實在技術的技術上 還有在藝術的概念上 其實他們經驗豐富之後 他們比較豐富了 你會感覺到他們成長了 好的 其實我剛才說 九六年到現在 如果說microwave 你一直都有參與拆展 其實那個風景 或者那個方向 有沒有不同 或者其實都是一樣 其實我們 我們 頭幾年是比較摸索期 因為第一年 其實我們甚至不是叫做 New Media Festival 我們是叫做Microwave Video Festival 那一年我們其實只做了六個 視頻的程式 有四個都是一些舊的 但但是我們做了第一年之後 就覺得其實我們想探索的東西 就不只是限制在視頻上 還有我們第一年做的時候 Microwave也只是一個程式的名字 就不是一個組織的名字 跟ViuTouch開始 原本是一個專輯的名字 未在組織 其實兩位都很近似 我們到了第二年的Microwave 再來的時候 我們繼續做影片 但我們就開始探索網絡藝術 我們就開始進入了一些新世代 開始刮一些新的媒體的東西出來玩 因為有網絡藝術這件事 之後第二年我們就開始做一些所謂的互動 一加入到互動就會變成一個展覽 在展覽這個範疇裡面 整件事本來是由很映像電影業業界的一個新延 我看都是看視訊 買五十塊張照片去看 直到就變成像去廟室一樣 其實是兩位都很… 很不同 是很不同 而且是在追蹤 外面的歷史也是這樣 如果你看看外面的影片藝術的歷史也是 本來很多做影片的人都是做給電視看的 但當電視進入了廟室就是另一種觀賞的方式 其實我們都… 那個歷史的進程都有點像一個 好像外國的一個媒體藝術的進程 就是影片和電視和流行文化是很接近的 然後影片慢慢又會去到視訊藝術那邊 這個歷史的進程其實是我們都接近西方 多於是說接近中國裏面的那個媒體藝術的發展 他們有另外一套他們的發展 他們的發展是比較側重在視訊藝術那邊的發展 所以你說香港做媒體藝術的人 是不是越來越多呢 但其實可能是越來越… 你表面上看可能是越來越多 但他們每一個人的關鍵可能已經很不同 可能你說畫畫的人都是越來越多的 我們做媒體藝術的人越來越多 但畫畫的人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關鍵 你做媒體藝術其實也是 有很多不同的關鍵 有哪一種關鍵才可以被視訊藝術這一邊採納到的呢 是會有一些是可以的 有些就不是很可以的 你做某個聲音的媒體藝術 可能就不是很能夠進入到餐廳 藝術藝術或展示範這些範疇 那真的要看看究竟他們在說的是什麼 如果這樣 如果我剛才未開機之前都問 麥克羅Wave搞了這麼多年的時候 好像是全部你有留心的東西 全部都是很剪刀的東西 但是給我的感覺就是 每一次麥克羅Wave出來 你總有新東西可以看到的 也是最儘 drunk 但是你反而會覺得窄 越來越窄 你紮桌的方向越來窄 是什麼意思 我想到了2004年左右 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還在說是摸索的期間 去做螢幕組織,有幾年都是用一個觀眾的眼光去選擇工作 我們可能說這個工作很漂亮,或者這個工作很正 螢幕組織又好玩,我們就會這樣選擇工作 不是太基於一些所謂的題目的 到2003、2004時,也有成大的畢業生出來 我們就開始,因為以往就是在外國選擇就比較容易 你不用太多溝通,你覺得這個好,我們要這個 很香港人,發覺成大有學生出來,我們就要開始考慮一下 我們要不要開始怎樣可以令到香港的畢業生 香港的可能性的藝人,其實都可以來到我們這個活動 我們都很想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不可以單單說 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做展示器是好看的,我們就用 因為他們那些新畢業的學生,其實做出來的工作 很難,你會覺得好看的 那你永遠都不用選擇,所以就不可以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其實可能在那個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就是我們是用一個 的想法去幫助我們去選擇的工作 可能有一些是他們做的題目 跟我們的想法是相關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類似是面對他們 或者是告訴他們,我們可以承諾他們 可以令他們做一個我們覺得接受到的 適合我們的主題目的工作 其實從那時候開始,你已經看到 在那些叫做Project Room 我們有不同的,例如City Hall 會是一些國際性交流的東西 另外可能在Film Archive 我們有一個叫做Project Room 小小小的Present Showcase 那裡是會有比較多香港的藝人參與 那裡我們就會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擁抱的一個地方 令到他們又可以參與到 因為一個學生,或者一個現場藝人 他們是需要感受到去參加一個 集合的那種緊張 即是那種去接觸的結尾 還有一定有人批評你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盡量可以 通過這個節目 除了交流之外,他們也感受到這個 這樣的狀況 令到他們會提升自己的 你覺得香港的觀眾 經過了這幾年的 我想香港的環境文化 或者他們對新媒體 你覺得有甚麼轉變 會不會接納,或者看心態 你覺得有甚麼不同? 我覺得每一年我們都接觸很多大眾 其實他們有些 到現在都會是第一次來看的 那些就真的要 可能要用很多時間去 人口是很多 不斷地有第一次來看 是的,不斷地有第一次 但有些已經是熟了 他們是會回來再看 我們更開心的就是 有一些是 他們進了SCM 讀書 他們告訴我 是因為哪一年的年份 哪一個工作 他看完之後覺得很深刻 所以他去了SCM 讀書 改變生命 是的,然後他希望自己也是一個很好的藝術 我想問他在SCM 讀書 可以教 我知道那天是誰 那天是其中一個 很有樣的 所以是很開心的 但剛才你的問題是問 你覺得香港的觀眾有甚麼改變 可能會不會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假設了 這是甚麼來的,我不懂 現在我會不會慢慢知道 還有一些是甚麼你不懂 但是我自己接觸的 更加多是 因為我有些朋友是做老師 可能是中小學做藝術的老師 他們更加多的疑問就是 怎樣欣賞這件事 他們帶小朋友去 他們不懂得介紹 不能夠告訴小朋友 好像一個遊戲的東西 怎樣是藝術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正式地上過藝術堂 但我好像藝術堂 有時看到那些人 怎樣教你怎樣看畫 那小朋友坐在那裡 然後就說 你看到甚麼呢 看到有個魂 看到那隻馬 就是從那個位置開始 很有趣的 如果我們這樣去看媒體 那些人就死定了 因為甚麼都看不到 有時候又爛了 其實因為 可能特別的地方 就是由概念開始 很多時候都是 變了 有些概念是需要技術 去幫忙 去將它表達出來 如果對技術的 究竟有多豐富 你又不熟悉 然後對概念 你一看就看不到 那你就很難去感受 但是如果 已經是懂得看 概念藝術的人 這個切入點就容易很多 因為技術的歷史 其實說來說 我們都是講四、五十年而已 說完給你聽 你就知道 我又是用Processing做的 我又是用Processing做的 哇 那你就很厲害 就是概念藝術已經不是 一個大家知道的一件事 一來我就要去概念藝術 你真的要是Well Educated 你才可以認識 但是如果你當沒事 那你就當一個遊戲 就是當一個遊戲 所以玩得爛了 就是挺有趣的 然後排隊 只是玩一輪 玩一輪出來之後 不知道甚麼 就是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很多 尤其是你說那幾次 大型的香港的show 都是一些 給拍照很好 就是給拍照 就是給報道 給報道 給拍照 我們很懂得想 就是要給成事 這是城市的成事 香港會不會有些 譬如城市 剛才說過 有甚麼文化上的特質 其實給藝術是一個很好創作的 新媒體藝術是一個很創作的養分 有些特質 我自己就感覺到原來淘寶也是一個很好的特質 淘寶 因為最近有一個藝術 也是剛贏了一個獎 一個很適合畢業的藝術 然後我就說 為甚麼你可以找到這麼多零件 這麼多東西在做 原來他就告訴我 他就在紅寶那裏找 我想說這個世界 你的淘寶真的幫了大家 無論你是衣著 吃飯 甚麼都好 工具 我只是在說那些零件 我只是在說那些零件 工具是一個基礎的學生 對 尤其是技術的東西 有些可能需要一些指導 或者一些書 之類的 大陸有很多的翻版 都能幫到 糟糕 這個翻版 都知道是產權 都能幫到 但我的意思是 概念未必能幫到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它形跡太壞了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要求一些 比較概念的 很專業的 很特別 很延長的一些工作 在香港來說 可能就未必會是 專業於大陸 是 但是你說在技術上 它改善的地步 和專業於大陸 又好過大陸一點 嗯 我只是很粗略地說 當然是有個別的不同 但是我現在的參考 多數都是在說大陸 因為我還記得 十年前左右 我們香港的視術藝術 很多時都受 跟大陸的視術藝術比較 因為大陸的視術藝術藝術 在十年前 是差不多紅霸 整個世界的藝術藝壇 所以 開始有香港人問 為什麼我們香港的藝術 這麼爭氣 出不了它 所以我到現在 我會有相比藝術的一件事 好 說到這裡 時間又差不多 有很多事情未跟你談 我們可以下星期再談 但是今天我想送一個新的片頭 給大家看看 我們下一個環節 再送 你一來 是的 這麼快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做得很好 麻煩你黃潔文 是否現在有繼續 是的 我們可以撐 其實我們這個環節 其實是做一些公義的 公義 叫什麼呢 Push的活動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用最後五分鐘 介紹香港這期有什麼新活動的消息 有些好東西介紹給大家看 今集不如我先說 好 下星期14日 香港有一個很厲害的指揮家 國際指揮家 叫做 叫做利寧教授會來香港指揮一場巴哈的音樂會 其實利寧教授很厲害 我們先看看他的照片 B小調梨薩曲 他這個巴哈的B小調梨薩曲 我告訴大家 是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作品 當然是這樣說的 但他竟然是說最神秘的樂曲之一 很神秘的 我看到這裏 我就覺得 咦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他說 巴哈臨過生前的十年 他都是圍繞著這個曲來做他的創作 用十年的時間做完之後 他沒辦法看到自己這首歌如何演奏 他就不在了 然後音樂家就會覺得 這個簡直是最神秘和最多層次 因為他作完之後沒有解釋過 就不在了 就成為了一個令人期待的作品 這次利寧教授 他第一次來香港 就會聯同他的拍檔 一班傑出的音樂家 就會演奏這首歌 我們可以到時候去看看 究竟這首B小調梨薩曲 有多神秘之餘 他們還會有一個講座 利寧教授會和他的拍檔 說回這首曲究竟有欣賞性在哪裏 以及你們可以在他演奏時留意哪一部分 我覺得這樣會令到大家 門外看人也好 巴哈粉絲也好 更加了解這首歌 這個時間就是14日 如果見不到的話 你們上去的網站是有的 Facebook也有這個網站 那我們不如下星期回來 繼續跟Ellen一起聊聊 新媒體藝術在香港 好嗎 好啊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